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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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片子的时候 我把这个咖啡进头瞎上 好吧 来 点验一下 这两天学一成天去 拍 拍课表 哥 哥 哥 这 这几道怎么弄了 咖啡来了 咖啡来了 这也摔了 这不是摔了 这让你男的给我挠了 不是不是 你跟我说对方怎么着了吧 对方口鼻窜血 然后呢 落荒而逃 那行了 没吃亏就行了 哥不能吃亏 哥 有一个坐防盗窗的 打电话打我这儿来了 对对对 说是售后访问 哥感到万分抱歉 实在烦这种什么售后电话 就把咱们这儿坐机留下了 多担待啊 不递到 多担待了好妹妹 哥 哥 哥 你跟弟弟说实话 就是 你这防盗窗给谁定的 不要我自己定的 拉倒吧 什么问题 我跟你说这防盗窗给谁定的 然后在哪儿安的 我全弄清楚了 是 我是帮那个杨桃 帮他个忙 帮他把防盗窗定了 对了 杨桃 不是 这 这是帮忙吗 帮忙有把钱给人付了的吗 两千四八五 对不对 对吗 对吗 是 我也帮他把钱付了 我既然要帮人家 对吧 我就帮到底 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 你说你要有事当哥的 能不帮你吗 对 我有事你肯定帮我这哥们 但是这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友谊 伟大的友谊 对对对 对吧 但是弟弟跟你说 这不光是友谊 你想想你给人送一防盗窗 你送的什么呀 你送的安全 这要是一姑娘一看 有一男的给我送防盗窗来 那么安全 我心里边感动的 踢了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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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就跟你当年 把飘飘介绍给我一样 我当时大冬天的 啪一见着飘飘 哇塞 美女啊 再往下一看 脚底下露了俩大脚痘 在那儿都冻的 滴了光浪的 然后我就啪 杀进商场里边 我就花一百五十块钱 给他买了双棉鞋 我跟你说 然后我就从那个商场里 出来以后 我就顺势把他腰给 啪给拢过来了 嗯 你跟弟弟说 你当时是不是也是顺势 就跟弟弟一样 把这腰盘给搂过来了 没搂 亲嘴了 什么我去 这 这两天那片子 确实拍得不错 不是 别打 你别 你别打 几张 确实还可以 你别 你别打场 这是现在说亲嘴的事了 我什么我就亲嘴了 这哪儿呢 这哪儿呢 不是 哥 那你 你总得拉个手吧 没忘了 哥 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你跟我们俩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 什么都没有 我明白了 讲讲 我明白了 你们俩 那个 哪个呀 就 就 那个 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哥哥 哥别走啊 讲讲呀 他们俩肯定那个了 还挺结实啊 那天特别不好意思啊 我没赶过去 没事 这不都解决了吗 但是我跟你说 这果然办事相处挺快啊 真没看出来 他还是挺细心的人 他真挺靠谱的 走走走 我跟你说 还有更靠谱的事呢 是不是 我不是他帮我安这个吗 我挺不好意思 我说我简单吃个饭嘛 我们俩刚一下楼 你再问点谁了 谁啊 李威 怎么碰见他了呀 你说这个人 三年没露面 一见面就跟我气势熊熊的 然后就拉拉扯扯的下 那你没事吧 没事我没事 幸亏果然在旁边呢 冲着你又跟他打起来了 能打得过吗 当然啦 你别看果然平时那样 打起家的可猛了 真是人小志气大 看不出来呀这个 而且你到最后 他指着李威的鼻子跟他说 他我女朋友 虽然说吧 这果然占点便宜 但我觉得他还真的 挺男人挺爷们的好 我也就私下跟你说说 幸亏我没在 要是我在的话就完了 因为我肯定打过李威 可不是嘛 我还得担心你别在那里 跟你打坏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冲着你啊 冲着我姐们 我也绝对冲上去 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我在旁边把你挠脸 咱们俩就使劲挠他 肯定打得过他 我看东方不败 看着玩笑 牛 牛 天爱的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要结婚了 你又要结婚了 对啊 我又要结婚了 怎么了 我 我高兴啊 那我恭喜你 可是怎么这么突然呢 我跟蔚蔚打过电话了 我的婚礼里 你们两个一起来啊 不 那个 你 你 不是 你听我说啊 我 我妈 我妈让我陪她去旅游 然后那个 可能要去好长时间呢 暂时都不在北京 我 我 我可能去不了 不行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咱们俩可是发小 你要是不来的话 我的幸福指数能高吗 行行 我去 就这么说定了啊 到那天我让我老公的车 去接你跟蔚蔚 你们俩一块儿来 那我会开心死的 好好好 我爱死你们了 这是婚纱呢 忙着呢 快快 我跟你聊了 小姐 你能 这个地方能紧一点不能啊 你又要结婚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 但是 我不是刚找着工作吗 老板要我去出差 我也不敢不去 你倒是把红包给我带过去 我不想去 你必须得去 你干吗不去啊 我告诉你 咱们这帮朋友就妞儿最争气了 带个孩子还能加一大款 所以你必须得去 你搞不好你就在这婚宴上 碰见一富二代 一见钟情 从此以后厮授众生 我不想去 未未也去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没想好 我见到她我要怎么面对她呢 有什么面对不面对 她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呢 你必须搞清楚一事实 你知道吗 现在你站在道德糕点上 所以你看见她你就 就抬起头你听起胸 你就出人家微笑 我告诉你她看见你 她立马把头低下 旁边有点低动 她恨不得她就钻下去 我笑不出来 我看见她怎么笑啊 我去去去去去 我不去 你会不会放过我的 去 你就必须去 丽莲娘 真的 原来的 你怎么想出去呢 太夸张了吧 比叶树这豪车什么情况 都补盆了你 那必须一点 你赶紧的吧 你看你 不不很漂亮哦 谁有你漂亮 今天你最好看 真的 威威 你好 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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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恭喜 恭喜啊 来 让我好好看看这个新样子 怎么样 美艳 女神 我这是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做豪华婚礼 跟你们俩说正经的啊 谈恋爱 怎么有感觉 怎么谈 但是结婚呢 怎么有钱怎么找 这样才不会亏了自己 知道吧 知道了 真心对你们俩好 露哄露哄的好事吧 你俩好 小胶 好的请大家安静 两位新人 在我们共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踏上了属于他们的幸福大道 打开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的大门 那此时此刻呢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婚礼庆典的第一个环节 宣誓仪式 掌声有请两位新郎新娘 站在我的左右方 我要郑重地首先问我们的新郎 新郎 你愿意去面对你的这位美丽的新娘吗 爱她 保护她 呵护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是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到死亡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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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太小了 要不要再来一次 要 再来一遍 大点声 我愿意 好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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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来问一问站在我左手边的这位 非常漂亮的新娘 新娘 你愿意嫁给你对面的这位 非常绅士又帅气的男人吗 而且保证爱她 保护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是贫穷患病或者是残疾直到死亡 我有什么理由 不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祝福我们的二位新人 不如这样我提个意 大家想不想来分享一下 他们当初甜蜜恋爱的经历 想不想听 想 是这样的 在我和我老公相亲之前 我已经相过九十九次亲了 我当时把工作都辞了 专业相亲 因为我认为一个女人 一辈子最大的幸福 就是婚姻的幸福 你们说对吗 对 所以说呢 我周一到周五每天都相亲 来不及就相一个 来得及我就相俩 上午一个 下午一个 我个人认为 幸福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幸福不是在家里坐着 等着从天上掉下来给你的 一定是让我们尽心尽力地 全力去追求的 你不追求幸福 你能幸福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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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相信奇迹吗 相信 我也信了 因为这事就发生在我身上 我老公 是我的第一百个男人 不是这样的 他是我第一百个相亲的男人 你们想知道我 再见到他之后是什么反应吗 当我看见他的那一瞬间 我哭了 我当眼泪不是一滴一滴地往下掉的 我是特别难过的 哇哇地哭 我就说 你去哪儿了 你之前的九十九次你去哪儿了 你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 让我的心力那么强 就那么折磨 再也不用相亲了 我结婚了 这一段讲述真的又感人又幽默 但是呢 我也看到了现场很多女孩 眼里都热泪盈眶了 这会儿呢 我就得说说咱们的新郎了 这是你的不对啊 你之前让咱们美丽的新娘 经历了九十九回磨难 大家说今天要不要再偿还一个吻 也不算多 对不对 对 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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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擦干欢笑过后 我们马上迎来我们今天的结婚典礼的 接下来一个又是非常欢乐的环节了 这个环节呢可以说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它代表着要传递爱 传递幸福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 单身的女孩们你们在哪儿 正在哪儿 我们有请我们今天光临现场 所有单身女孩们到我们的台前来 有请 葳葳 来 来 她们是我朋友 她们也是单身 快点上来 童子 葳葳 快快快 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呢其实非常有象征的意义 接到这束捧花就意味着下一个结婚的就是你们 你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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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等着一个最幸福吧 来 听我的口令啊 来 新娘转过身 三 二 一 祝福 祝福 恭喜这位美丽的女士 我们掌声有请她到台上来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多幸福的一件事啊 真幸运 从我们新娘的手中接到了这束爱的捧花 也预示着你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 一定会得到幸福和爱和快乐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幸运的女士 祝福我们这位美丽的女士 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好不好 好 祝福女 祝福女 祝福 你把花甩好了 下一个就是你了 是不是又让你失望了呢 为什么呀 说什么二话呢 反正下一个呀 不是你也就得是你 反正你们俩其中一个啊 赶紧的 今天把我切坏了 我这花扔给你们 那么多小姑娘抢都抢不着 你还拿推来推去推来去 给我急呢 不是我 你说我那么大的岁数了 我好意思跟着小姑娘抢这花吗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呀 这是普通的花吗 那是那点的婚姻幸福美好未来的花素啊 没有 真的吗 你自己幸福就好了 你别替我们操心啊 你少说好听话 我能舍得你们俩不好吗 好了 祝你幸福 酒呢 我不喝红的了 我改喝白的了 别跑 来来来来 我现在白酒亮了好了 刚刚的 来来来 祝你幸福 一起幸福啊 今天渴死我了 今天渴死我了 男人拿白酒前渴的呀 我跟你们说啊 这幸福就像酒一样 一杯都不能少 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这杯酒 不但是我收到了你们的祝福 同时呢 也是我祝福你们 必须得幸福美满一生 一世 你们好才是真好 知道吗 干了干了 干杯 真干了你 是不是 不行啊你每次 我跟你们俩说 晚上别走了 就下来陪我 好好地跟我聊聊天 说说话呀 不是妞儿 你今天是新娘子 你还得闹洞房对吧 你得陪你老公 又不是头一回陪什么呀 再生了 爱一帮哥们儿陪着呢 不是关键你就是来的 什么都没带 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怎么做啊 你要什么呀 你家房子这么大 我都嫁成这样了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只要把人和心给我留下 我就满足了 好不好嘛 好 好 好 你要不要就这样说不啊 那我去一口一口别演 一会儿就回来 好嘞 谢谢啊 好嘞 好嘞 幸福啊 你们家这家具得特别贵吧 我觉得你的床垫特舒服 不贵 不贵怎么可能呢 你干净床垫的质量 都是我在那个天猫的顾佳家具上淘的 你还淘家具啊 你以为呢 你以为嫁给有钱人就能随便花钱啊 不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说 还有有品味 还不能让人觉得你特奢侈 这分寸真难拿 哎呀 下面一个任务呢 就是我赶紧给他生个孩儿 这样我的地位就保住了 我就攥在我的手心里面 跑不出去了 哎 你老大不晓得了 怎么着啊 你别老提我的烦心霜 好好好 哎 你那个神秘男友怎么样了 我没怎么样 分了 分了 嗯 为什么 分了就分了呗 没为什么 那不行 我这么关心你的人 我得问清楚了 让我猜猜看啊 是不是你 贤贫爱富 潘高极不要人来着 不是 不是让小狐狸精上位 把你给呛了吧 哎呀 你别乱猜了行吗 我猜对了对不对 我是不是猜对了 你这个表情告诉我 我猜对了 什么情况呀 我们三个一个比一个悲催 都站到第三者手里了 我跟你说 我想起第三者 我就恨得咬牙切齿 我就恨不得 拔他的筋 吃他的肉 吃他的屁 这是国家法律不允许 这要法律允许的话 我就拿瘤酸 给他脸上拼破一个 拼破一个 拼破一个 全都给他毁容了 那他们抢我们男人 毁坏我们家庭 对死我了 你说我说得这么一愿甜鹰 你咋没反应啊 你俩不生气 不恨啊 恨有什么用啊 恨又不能解决问题 你说你这个人 怎么老这种恶性啊 你得是你也恨不起来 暴脾气 你呢 反正都过去了 为那种男人不值得 倒也是啊 为那种男人是不值得 不过 依我对你的了解 你可不是那能忍的人啊 我记得小时候 你可是替桃子出头打架的主 那会儿是 初一吧 初二 初二啊 我也记得特别清楚 初二 桃子当时是咱们笑的笑花 那叫一漂亮 有一男孩又帅又坏 叫什么来着 姚文江 对吧 喜欢桃子来着 拖一百个人 给他闭小纸条啊 我就是其中一个 但是桃子不理人家呀 姚文江没急 那隔壁张兰兰急了 那那隔壁班的 对吧 因为他喜欢姚文江啊 他就恨桃子 千方百计的是刁难的年 我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那个我记得有一天 他做得特别过分 就是咱们学校一进门 不是有一大黑板报吗 然后他写的 杨桃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怎么着 特别难听 好多人在那儿看啊 桃子当时委屈的那眼泪 还哗哗地吊娃娃地哭 对吧 你呢 还是你 我记得魏魏特别英勇 当时是用手 还用报纸 我不知道气不气 蹭蹭蹭就把那字给擦了 掐着这腰 你指着它们 张兰兰你给我抽烂 张兰兰那个就 擦着车来了 怎么着了 屁啊你大嘴袜子 我记得我又被那大嘴袜子 抽得全校人民都听见了 张兰兰当时就傻了 他别过瘾 我那时候 就见不得有人欺负桃子 要谁敢欺负他 我就要他好看 是啊 您倒是英雄救美了 可是我记得为这事 我记得教导出府 罚了你一个处分对吧 嗯 是不是为这事 为你在这儿差点没毕业 你看看 都是因为你呀 有这样的姐们 有这样的哥们 多靠谱 多意气啊 来来来来 这咱们小时候多好呀 一块儿上学 一块儿放学 一块儿玩 天真快乐 那个童年呀 那份友谊 再过二十年咱们还这样 你说我现在结婚了 有孩儿了 你俩还嫁不出去 丑死我了 我跟你说桃子 你妈说得对 结婚和恋爱两回事 是真的 结婚就是结婚 结婚就是找个人 大帮过日子 你俩动不动就扯到爱上面 那就扯远了 跑题了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讲 结婚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把房子 车子 钱 行儿抓到手里 你的心才能踏实 你的婚姻才能稳定 你们以为我有今天容易呢 不容易 你说我三十好几了 我每天得去健身 瑜伽 还得一天到晚喝 那避免给减肥产 你说我图什么 你以为 不就图 外形苗条 容颜交好 为了守护这个家 为了守护这份婚姻 我得付出多少啊 你俩啥也不付出 贴上刁线笔啊 啪 有吗 有吗 我每回见我们就说 这些老三样说来说去 翻来覆去地说 我跟你讲下次再见面 你甭说了 我都能背下来了 真的啊 你背出来你还嫁不出去 你能背吗 你看人家都背不出来 来吧来吧来吧 你说 为了我又嫁了 不可思议地又嫁了 为了幸福 为了我们未来的友谊 不过说真的啊 我有你们两个 我真的特别幸福 你们俩有我也幸福吧 行 给你秀一下我的幸福 你这手机跟电视 就这么去脸上了 现在都 这小东西老先进了 我也搞不懂 来给你看这张 这是看咖啡馆啊 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叫了两杯咖啡呢 我买单 我抢的单 然后呢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一直到第八次都是我买单 喝咖啡呢有多少钱呀 对吧 第九次的时候她跟我说 我知道 你不是图我的钱 你是爱我的人 我这辈子就娶你了 然后走到第十次的时候 带我去了一家西餐厅 火大了西餐厅一进去也别 里边没人 我这心里是琢磨 我就说 人都哪儿去了 都没生意呀 什么破地儿 人家服务院说 不是的 小姐 你先生把这里全包了 给你包下来了 什么的 给我包了呀 把那西餐厅都包了 然后 然后就给我送花 一只玫瑰 就送了一只玫瑰 对 我心里想要我这都 这么多钱都花了 怎么就送一只玫瑰花呀 小气的 然后我的日子就不一样了 给你们看啊 然后买就去香港了 都买了一堆东西 是玫瑰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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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了 我今天都可以买到自己 喜欢的东西 就太幸福了 非常适合您 现在惊起来喽 原件两百元 只要您拨打电话 立即变成一百四十九 老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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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看看 来 过来看看 看什么看 那破电视节目有什么看呢 看你女的 你 女主持人 你主持啊 你 女主持我更快看了 那是我跟你说的羊头 快呀 快 羊头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电话 订购吧 这就是羊头啊 这还 这还长得挺漂亮的 这可口齿也清楚 你先别说那么多 你看看这刀具 是不是果然给咱们 带回那些刀具啊 看看 看 看 吃吧 刀具我都没看清楚了 光看着人了 不是 这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 你说说明什么 这要说明咱们果然 果然和羊头又在一起了 他们两个是瞒着咱们 就在一起 两个人 这每天都肯定啊 这肯 肯定什么呀 俩人不就是做个节目吗 我看羊头这孩子 扑扑实实的 大胆方方的挺好 我不管她大方还是小方啊 这女孩我不能接受 我要接受她了 我就等于接受她那个疯妈 咱们家这往后日子 还有个过吗 没有一天太平日子 我告诉你 没有了 这太夸张了吧 人家年轻人得接受接受 对不对 以后如果能够发展发展 也未尝不可 有什么可发展的呀 跟她发展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不行 我不能同意 儿孙自有儿孙福 她的事你别管 我不管 我是她亲妈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婚姻大事 我不能不管 不行 我得给果然打个电话 喂 果然哪 妈 你怎么跟杨桃在一起做节目啊 碰巧撞一块了 她又勾引你了吧 勾引了 完了我仇骂了一顿 我说果然哪 你以后别跟她在一起做节目了啊 您放心吧 那家公司快倒闭了 果然你听妈一句话啊 不要被杨桃的美貌所迷惑 我找心灵美的 行事这么着吧 我这忙着呢啊 累不累 那造型上面 也非常的时尚有趣 希望能够给您的宝宝 一个快乐的祝福面 那这个价格吧 市场价两百元 不 你关了干嘛 看着好好的呀 这有病啊 买个这个 这妈妈 这么年轻漂亮 也这皮肤又嫩又白 眼睛这么大 真是漂亮 几个月了孩子 有三个月吗 差不多 三个月了是吧 补盖没有 没呢 该补盖了 是啊 您看这个 这盖片 你该吃了 西方 你看看 您看这个行吗 那个大姐 你说 我反正什么也不懂啊 您看就是她现在啊 需要补什么 需要吃什么 您尽管给她拿去嘛 好吧 你放心 你就是不懂 我也不骗你 这做生意啊 咱不能那个什么 讲究的就是个信誉 是吧 你那个多吃点 一直吃到生 知道吧 还有 这个孕妇奶粉 你得吃 知道吗 一直吃 为什么呀 这是提高你的抵抗力的 健康是吧 感谢您 这么苗头 这先生又这么帅 谢谢 这么健康 谢谢 以后你生的孩子啊 肯定是又健康又漂亮 行了 东西都放这儿了 你早点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啊 多待会儿吧 累一天了 你也早歇着吧 我还得回家呢 晚上别走了行吗 你还不回家呢 我还不回家呢 我还不回家呢 又没有哈哈 我还不回家呢 我还不回家呢 我们的超过家呢 你要为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爷 您还没睡啊 没呢 那媳妇怎么着 还没回来 没回来 她加班 又加班啊 您又琢磨桃子的事啊 清啊 大爷犯错误了 我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和反省啊 前一段我让彩苹果带沟里去了 也跟着调什么金龟婿也疯狂了 现在看来 什么都不如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女婿好啊 你说桃子这孩子吧 太单纯了 太善良了 不找一个老实的好人啊 真不放心啊 那个 跟那个果然 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啊 走得好像还挺近似的 我有点不掌握 你掌握吗 我也不掌握 我觉得吧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啊 很难讲清楚 所以呢 咱们就别太较真 另外我觉得呢 果然这人还是挺靠谱的 那个李威去找桃子麻烦 都是果然帮她解决的 人还行 挺靠谱 是啊 她一直对桃子挺好的 绕来绕去的啊 妈呀 完了 真是说万一万一她俩 还有可能再怎么着 那她妈这关怎么过呀 那桃子到她跟前那还得了啊 咱还能放心吗 对我的满枪怒火仇恨 都集中火力的桃子身上了吗 而且她妈又知道这 她也不会同意啊 你说我这脾气啊 又说我真是恨我自己 我什么时候都想着 压着火 压着火 真是到时候真压不住 点火又着 那要怎么办呢这个 大姨 这事您别想太多了 您也别想太远 反正呢 桃子跟果然啊 到底现在怎么着 咱也不清楚 如果啊 如果桃子跟果然 要真的又转到一起去了的话 那反正两个孩子好 那家长之间 就自然就化解了 只要孩子好嘛 那肯定的 那要是万一她来做 那我肯定我做出牺牲啊 您睡去吧 我也回屋睡 你先睡吧 再琢磨琢磨琢磨 你睡吧 妈 Grund faj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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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那伙子 咱们单位食堂不是装修好了吗 咱们还不让今天到那儿吃的 天天吃何味儿这受不了啊这 说这不是什么甲醛超标什么超标 得放放味儿了 不是放一个月味儿了吗 还是再放吧 那安全提议嘛 对不对 我怎么不接啊 垃圾电话不是卖房子就是卖保险的 现在最近还有什么收藏杂志给我打电话 什么股钱币就是爱你嘛 得 磨声号我也甭接了 也跟你那差不多 你说他们累不累啊 每天就是这一套 每天就是这一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